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有多么可怕呢 就像一颗电池炸弹 随时随地都有爆炸的可能性 不仅让身边的人提心吊胆 还可能爆发出来伤人伤己 我一个男性朋友最近刚和女友分手 问及分手原因的时候 他愤愤地跟我说 我真是受够他了 动不动就发脾气 一发脾气就停不下来 每次到最后搞得我不舒服 他也不舒服 这是何必呢 我跟他说过 有事好好说 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 可是根本没用 最后我们分手也是因为这一点 我告诉他分手吧 我实在受不了你的坏脾气 他根本不认同我说的 都要分手了还在对我发脾气 我真的怕了 我一个女同学也经常很担忧地问我 我知道自己脾气不好 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 每次他说什么做什么事 明明不是什么大问题 可我每次说着说着 脾气就上来了 我很烦我自己这一点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个人的时候 我总是埋怨自己 胡思乱想 害怕爱情到最后 会因为我的臭脾气而破裂 我该怎么办 为什么我们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呢 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你已经感到很饱了 父母还一直往你碗里加菜 让你继续吃 你明明很热了 爱人还给你披一件衣服 还记得当时的第一反应吗 肯定不是理解和感动 反而多了几分不耐烦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感受到 父母和爱人看起来 不进情理的行为背后 是一份更深的爱 所以坏情绪有时候就是情商不够 没有感受到身边人对自己的爱和关心 每个人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 但是高情商的聪明人 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 从不为自己的坏情绪买单 情绪是需要管理的 被动的人凡是等着别人来挑你 主动的人主动挑选喜欢的全世界 被动的期待别人主动改变 你会发现你的情绪掌握在别人手中 是把自己人生幸福的决定权交给了别人 而主动的人会认为 幸福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同样 其实情绪的好坏 主动权也是在我们身上 能控制好情绪的女人 才是男人最离不开的人 感谢观看